位在桃園复兴与新竹间石厢交界的沙伦子部落 属于桃園复兴区后山最尾端 当地部落产业发展协会成立近两年 一直以来对部落有许多期待 除了希望强化基础建设 将妈妈桃销售平台公开透明化 美化部落的建筑外墙 也提出结合铁力库台腰部落做一个健康步道 促进观光发展 而今年适逢九合一选举年 沙伦子部落也邀请这一次 商内参选的候选人讨论 九号举办座谈会 我们这边有很多人骑自行车 他们都会经过这边或是骑重机的 我们希望可以提供给他们 这些休息场所 让他们可以来这边玩 或是来看我们部落的一些 很美的一些环境 会中族人也强调急迫需求 由于在地部落的文化健康站就设在教会 若要到达教会必须经过地势陡峭 坡度非常斜的道路 不少部落长者因此受伤 希望相关单位可以赶紧改善这条路 余慧的复兴区长表示 持续在规划进行基础建设跟产业辅导 而许多建设因为碍于法规推动速度缓慢 目前还在寻求突破 面对面听完族人的需求之后 更了解现况也会想办法协助 因为这个地势非常的陡峭 其实我年初就已经有编列一算 我现在是在设计规划之中 对面也有彩虹瀑布 他们想说来做一个重大的 来改变能够说三项同行 因为那个经费非常的庞大 可能三四千万 评估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地方 能够打造一个后复兴区最亮点的地方 沙伦子部落产业发展协会 希望经过这一次沟通之后 政府单位在规划时要跟部落共同讨论 并且善用在地环境优势创造出特色 顺利活化观光经济 也让部落族人反向发展 原是新闻喜故底福罗安桃源复兴采访报导